Joy your life 小华大师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 这是个度假村 既可以住宿 也可以洗温泉 但是 它绝不是普通的住宿 也不是普通的温泉 绝对会让你 终身难忘 这个地点离盐湖城 开车大概 两个半小时 到了 这停了很多这种废弃的大巴 校巴 注意 他们不是废车厂 每个校巴都被精心改装 成为旅客的客房 相信大家住过各种酒店 但你肯定没住过这种酒店 应该说度假村的主人真的很有想象力和创造力 他们一共拥有八辆不同色彩编纷的 改装老式校车 每间都配备了电力家具 它们大小不一 除此之外 这个度假村还有小木屋 房车营地 和普通的露营营地 我们原来准备定辆那个小车 但是动作慢了 只定到一辆 就是这个 每个车都有个名字 这个叫Ripple 我们进去看看 原来的小车里边都掏空了 改成了一个睡房 有双人床 有桌子 还有冷暖空调 床帘 设施很简单 很简陋 但确实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啊 别以为便宜 一天晚上也要一百美金啊 由于只订到了一个小车 我们又订了一个小木屋 现在我们来看看 小木屋什么样子 都是原木制作的啊 古色古香 进去看看 也有空脚 床单很漂亮啊 两张床 这还有沙发 休息区 看看上边 也有电风扇 蛮不错的 很温馨啊 我觉得比那个小疤 住着会舒服啊 当然 是不一样的体验了 我和盖帮睡这 凤山夫妇 睡小疤 大家看一下啊 车 就停在门口 这还准备了一些 匹柴 可以在边上 点个火 烧烤 嫩好新装以后 我们就急不可耐的 来到了后边的温泉 漂亮 这个温泉 是在后山的山坡上 事业非常好 我觉得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把泡温泉 和欣赏大自然 搞在一起 天人合一啊 有人在泡 有人在泡 我放开了的 我放开了的 享受啊 我们再换个角度 这边还有 我们拉近看一看 天然的矿泉水 从地下涌出以后 然后通过一些渠道 流入到浴缸或者水池子里面 水温呢 在30到39度之间 非常舒服 急不可耐 赶快跳进去泡一泡 到世界各地旅游 只要有温泉 我都要去泡一泡 包括日本 阿拉斯加 洛基山 但是 多数情况 它们都是人造的池子 温泉水 像这个地方 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观 真是太少见了 泡完温泉 肚子饿了 该吃饭了 这个住家村 专门搞了一个地方 这个公共区域 配备了很多基本的厨具 包括微波炉啊 烤箱啊 供大家使用 我们今天晚上 烤猪扒 早晨 本来想起个早 拍拍早霞 睡过着了 起雷太阳已经出来了 不过今天 天气还算是 虽然不是很红啊现在 还是有点云 在我们住这个 温泉附近呢 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觉得也不错 它有很多这种 小木房 用那种原木做的 拍出来 立体感很强 而且 也很有年代感 我们看看啊 就是后边这些房子啊 这些房子 看上去 好像没有住过人 所以当时 不知道主人 盖这些房子什么目的 谁准备卖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很适合摄影 拍出照片来 还是很漂亮的 我们进去看看 这些木板的纹理 线条 和它的色彩 都是摄影师们的最爱啊 突然发现 远处的房子上 有一只大鸟 仔细看 是一只孔雀 轻手轻脚的走过去 围着他转一转 这只工具非常镇静 不慌不忙的 还看着我 从这个侧面 给他拍点张照片 漂亮 这羽毛 待了会儿 他自己 慢慢悠悠地走下来 估计要下来了 跳 下来干嘛呢 我原来以为 他要走了 结果没想到 精彩 就在眼前 他先是跟我 对视了一会儿 然后 就在我要转身离去的时候 开瓶了 开瓶了 我转到这个侧面 他也跟着我在旋转 一定 要把他的漂亮的羽毛 让我看个清楚 哇 这是给我的 专场表演呐 这么近的距离呀 好漂亮的羽毛啊 好漂亮的羽毛啊 大龚雀 开瓶了 天呐 他还转着 让我看他的后边 哦 也很漂亮 他总是让我照他的后边 美呀美 我这人品也太好了吧 哈哈哈哈 哈 好了 你漂亮 行了 歇会吧 我要走了 哦呦 拜拜 走了 他好像听懂我的话了 你也收起来了 心有灵犀呀 漂亮 OK 拜拜 当然给他也拍了几张很棒的照片 这种废弃的大巴 奔波的油漆啊 很适合拍照 平时看到一辆都得拍个不停 这是这么一大堆 一定要拍个够啊 哦 其实没事 你来开门 或者是一个小时的